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坐在椅子上抖腿又能发电还环保又能尽情地抖腿 设计师娜利塔表示自己从小就特别好动 不只抖脚整个身体都喜欢扭来扭去 有一天她突然想到如果这些发泄不完的动能都能拿来利用 岂不是非常划算 于是mobile chair就诞生了 在椅子上抖动会使扶手及椅背跟着震动 产生的能量就能转化为电子储存在扶手里的蓄电池 通过上面的USB可以为手机充电 mobile chair经过测试已经确认能为手机充电 但是还不确定要抖多久才能把手机充满 因为每个人抖腿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说不定有一天真的能让抖腿成为全民运动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前段时间网上热传的一个视频 说的是韩国的一项新发明 可以装在公路上防止汽车翻车 引起大家的热议 其实这种发明已经在中国的很多厂家开始生产 它叫做旋转防撞筒 传统防护栏是金属制地 一旦发生车祸可能还会成为致命帮凶 而在安装旋转防撞筒的地段 当小车撞上护栏便不会失控冲出护栏 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就是俩字旋转 当车辆转向护栏 护栏的筒子会转动 将重机的力量转变为旋转动能 可以大大的吸收重机力道 并且降低冲击 从而有效地减轻交通事故造成了后果 另外因为旋转筒的材料 本身就富有弹性且防撞耐磨 可以避免旋转筒受冲击时被撞碎 还有很强的恢复力 目前该产品已获得22项发明专利 在韩国 日本 美国等国家被广泛使用 使用的地段交通事故 死亡率降低90%以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奉典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也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左边的R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